其实社会上有很多边缘少年 是因为社会对他们的误解 给他们贴上坏孩子的标签 其实他们更需要的是 大家的关心以及谅解 然后才可以把他们从坏行为中拉回来 走回正规的道路 我的梦想是想学更多 所以在未来我可以拍更好的照片 不要让人觉得我是坏孩子 我是林佳恩 我是在学生辅导会当一名社工 我们所接触的边缘少年 有些有可能不怎么爱上学 在外面传货 有可能做一些犯法的事情 在家里 在学校 在社会外面 有可能面对不同的问题 这几年来 我本身也遇到不同的青少年 其中一个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 就是佩佩 中一的时候 我很叛逆 因为老师都觉得我很坏 所以我就不跟老师说话 很难跟老师沟通 所以我很跟老师吵架 我跟有些的同学不是很好 每次吵架 我每次不去学校 我不是讨厌学校 我只是很难跟老师跟同学相处 我不懂要怎么跟他们披心 中二的时候 开始来学生辅导会 那时候我还是很叛逆 就认识了 Miss Lim 她就是我的团队的领导 然后我就每次会跟她吵架 因为我觉得她很烦 我们发现到当佩佩开始接触摄影 学习摄影的时候 是她人生的一个转类点 我第一次拿起来相机拍照的时候 是在学生辅导会的其中一个节目 那个节目后我觉得我很放松 因为我可以拍到很多美好的回忆给人家 也给我自己满足感 从摄影当中也看得到她比较有耐性 跟比较有自信地去跟陌生人交谈 脾气也比较懂得拿捏和控制 在学校我也是有遇到很好的老师 他叫Mr Lim 他冲山教我 你不能让人披露你 因为你是从MT 然后那个语言引起我 并不是说我是MT学生辅导 我没有能够得到好的结果 我可以一直做最好的 我可以成为MT学生辅导 其实我的梦想是 想学更多摄影技术 所以在未来我可以拍更好的照片 不要让人家接了我是坏孩子 在人生的迷途中遇到贵人指引 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才把佩佩从边缘拉了回来 摄影让佩佩透过镜头保护自己 重新找到了自信 然后走回人生的正规道路 为了帮助佩佩 我联系了一位专业摄影师 在摄影上 让他得到专业的指导 也尝试联络了一位神秘嘉宾 希望能实现佩佩的梦想 哈啰 佩佩 这是国雄 哈啰 果雄 哈啰 果雄 哈啰 果雄 是我们找到那边的摄影 非常厉害 有非常多的经验 来 请坐 来 所以因为你之前跟我们讲 你的梦想是要改善你的照片 所以我们今天就安排了 果雄 龙哥 来真正给你上一堂课 因为在这个之前 你没有很认真的去 有人教过你照片的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就让他来 好好地教你 基本上 我先跟你讲说 相机是怎么行动的 怎样去拍一张照片 那个照片是怎样去 可以掌握在这个相机里面 比如说一般上你会用多少 比如说你拍一张照片 哇 这都是东西 我们是自动的 那是高级自动的 你都会迷你啊 今天最特别的观察是 它身边其实是有一堵 蛮高隐形的墙的 当相机摆在它面前 它开始就是进入相机的世界的时候 我在它身边 我又有很明显地感受到 整个气氛变了 那个墙好像就是很自然地开掉的那种感觉 那让我意识到 这个相机在它的生命的重要性 跟对于它在自信的建立上面的重要 噢 测试 对 测试的测试 所以外面 他们现在在玩游戏 因为你刚才讲说 你喜欢那种拍那种K-pop的 那个动作应该跟玩游戏很像 所以老师 你觉得他可以去外面试一下吗 有吗 您可以 好 我们走吧 好 走吧 我觉得他学蛮快的 而且他蛮用心的 蛮意外的就是他 有些东西他蛮复杂 但是我一讲 他很快地就抓到了 我还担心说 太多资讯给他 他就可能消化不了 可是其实还可以 到目前为止还可以 嗨 嗨 收好是不是 好 收一下 不错 没关系 我有个问题 请问这个这样子 可以吗 锁吧 可以锁 因为它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不可以预期它有完美的 因为它就是为了捕捉这个时刻 然后这个有时候是避不掉 对 其实都不错 再来 而且我发现你是 你应该是蛮喜欢拍照 我带你去摄影棚要不要 可以 好 我们走吧 这里就是设计 怎么样 很有趣 所以今天会教你 室内的摄影 来摄影棚拍摄 除了是让佩佩学习不一样的拍摄技巧 我联系的神秘嘉宾也陆续抵达 希望他们能亲自验收佩佩的学习成果 见证他一步步朝梦想逼近 老师 你觉得他已经准备好了吗 差不多了吗 对不对 差不多了 该学的都学了差不多对不对 不错 可以 这样我就把我们的专业模特带进来了 好 可以 你准备吗 不知道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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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把第一个模特带进来吗 对 对 大大 好 我爱你 谢谢你 一直在那里 虽然我每次欺负你 每次很严重 但 我希望你能对我 然后继续 继续我们的朋友 加上女孩 好 第二个模特带 大大 好 因为女士 是第一个让你接触到摄影的 对 很重要的一位 很重要 像小杨 她很忙碌 她的继续是满的 但她仍然会努力 跟你出去吃 跟你讲话 跟你聊天 好 我们第三个模特带请进来 对 你要不要跟她介绍一下这个是谁 她是李林 好 谁是李林 第二个教授 她是最好的教授 他教我很多 我要哭了 我没有看到她 第二个教授 我们会有很多东西 他一直在我 我每次有信心 我就去找她 对 他会来跟我们 然后帮我们 然后帮我们 对 对 所以很刺激 因为 你的生活中有很多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请你来 也是因为佩佩在跟我们讲的时候 也提到你 她觉得你是一位 对她影响很深 让她走回正途 的一个很重要的人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 你跟学生们讲过什么样的话 讲了很多 重点就是 就算他们现在是 不管他们是在什么 stream 不管人家怎么看他们 我觉得他们最终 还是要相信自己 因为只要他们相信自己 他们想要 achieve 什么东西都做得到 对 好 所以今天我就把这三个 你在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 三个人交给你了 我们是很认真 要帮他们拍好看的照片了 可以吗 可以 好 我们今天就来验证一下 她今天一整天 因为她很爱拍照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这个可以成为她的另外一个武器 当初我没有想这样多 就借她我的相机 看到她现在的转变 所以我就觉得说 全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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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试 贝贝 其实 Miss Tim 真的是为你感到很骄傲 许多青少年只需要一个人 真的在旁鼓励他们 然后真的可以让他们 发挥他们自己的潜能 所以让 Miss Tim 自己也有很多感触 跟学生 这些戏也是 谢谢你佩佩 让我走进你的人生 就觉得她长大了 比较成熟了 然后会开始想 然后我看到她很专心 在试图 我非常愿意 在我的学生 所以我认为这些学生 我认为这些学生 我认为这些学生 在我们的学生 在他们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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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让我们开心 可以 可以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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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佩佩的表现怎么样 以这样短的时间来讲说 我觉得她表现很好 从不懂到 抓到那个窍门 真的很快 很有天分 是 而且她肯学 然后她有问题 她就是问到底 然后她会想说 我要这样这样这样 怎样去 achieve that 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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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认为我很幸福 有些人在你身边 有些人不在意 但有些人很想 有些人在这里 有些人在那边 有些人在你身边 他们可能写文 或他们可能打架你 晚上 即使他们很累 他们会努力 去找你 我认为 我觉得我需要 感谢这些人 摄影需要非常多的经验累积 不同的状况 不同的器材 面对不同的人物 还有不同的学习过程 每张照片都是一则新的故事 今天佩佩在用镜头 帮别人记录故事的同时 也为自己开启了新的篇章 小华 为了要给你鼓励 所以我们呢 要送你一架相机 可是有条件的 你要答应我呢 你要用这架相机 跟你的镜头 去做更多好的事情 包括了像是帮SES 拍更多漂亮的照片 然后你答应我 你要用这架相机 去做很多好事 你要加油 好吗 谢谢 谢谢 我开始做了 好 谢谢 你 想要 不要 我开玩 你 这 你 在 你 你 我开玩 你 你有 我开玩 你